生活中我们经常需要做许多事 我们总是希望能够尽快地把事情做完 这样剩下的时间就可以休闲娱乐了 那怎么才能尽快做完事情呢 来看一个例子 猪小白早上起床 穿衣服需要两分钟 摔洗脸需要五分钟 煮鸡蛋需要五分钟 那它最短需要多长时间就能吃到早饭呢 想一想 煮鸡蛋的时候不需要一直在旁边盯着 可以去做别的 所以可以这样安排 先穿衣服两分钟 然后去煮鸡蛋五分钟 同时跑去刷牙洗脸也是五分钟 做完之后刚好鸡蛋也煮好了 所以最短只要七分钟就能吃到早饭 也就是说为了节省时间 做一些不需要一直盯着的事的时候 就可以同时做其他的事情 或者说别闲着 好了以上就是这个视频的内容 新的问题来了 兔小萌挖胡萝卜需要三分钟 吃胡萝卜需要两分钟 听音乐需要五分钟 那它最少用几分钟 就可以把这三件事都做完呢 就这样做完之后 就这样做完之后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